好 我们来看一下扭摆 那扭摆是什么呢 扭摆其实你们 最常见的就是 那个 死轮其实也是一个扭摆的一个部分 就是钟表里面的那个堂皇 OK 如果是机械表的话 它其实是一直在那边扭动的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 我如果把它用一个比较实验上的 我说有一根这个ligit的棍子 那底下呢 有一个disk 好 那这个disk呢 原来的位置 这是A点 现在 我把这个A点 这是一个盘子 我把这个A点呢 硬是扭过去 那A呢 就到A旁了 那它扭出来的这个角度 你会看到那个板 那个盘子被你一扭 OK 那一扭的部分的话呢 当然这个是一个钢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你在怎么扭 你怎么大立式的话 这个ceta角一定小小的而已 因为这个是一个钢体 你要扭一个大角度的时候 这个根钢体就会什么 断掉了 不然就歪掉 所以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知道 你要把它扭过去的时候 其实你要给一个tok 对不对 那这个tok大小 就是印 那它的印变呢 就是它的ceta 那它们之间的比例 常数的关系 我们用kappa来表示 OK 换句话说 我现在从A点把它 把它用这个tok 跑到A'点以后 当我tok拿掉以后 你是不是会感 这个盐盘就是在这边做 捡血震荡 对不对 所以这个tok 这个恢复的tok 这个盐盘 外tok拿掉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 原来的tok呢 是让这个ceta角要变小的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负号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它是恢复的tok OK 好 这是最重要的关系 一旦你写出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 就相当于你当时在写 这个东西是等于负的ks是一样的 只是你现在是什么 tok跟f的角色 ceta是x的角色 所以ceta本来它就是什么 它本来就是脚位 ceta本来就是脚位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个ceta就是我们的扭力常数 它的角色就像弹簧的弹力常数的角色是一样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这扭力常数ceta 基本上面是跟这一根 ligit的这个棒子过的线都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跟这根的性质有关系 这个你支撑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摆叫扭板 OK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你已经写出tok是等于负kappa ceta了以后 那tok是等于什么 tok是等于iα 对不对 那就是等于负的kappa的ceta 那α是什么 ok 好α是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现在是负kappa 当你写出这个的时候 我这边已经擦掉了 但是那边还保留着 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 典型的simpleharmonical oscillation ok 只是你原来的 x的角色 现在被ceta取代了 ok 那我们就看到了 你的ceta 我就可以直接写成 acos的omega t 加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ceta t 那ceta随着单位时间的改变 那你把它带进去 你看到二次为分的 就是i Omega平方负的 acos的 Omega t加 data 就等于负kappa的 acos Omega t加 data 所以马上我们看到了 Omega是等于多少 这消掉了 Omega呢 a是等于i分之kappa 那t就等于2π除以Omega 2π更号kappa分之i 简流剂 基本上 那里面的那个堂皇 简流剂里面其实有一个堂皇 那以前的时钟表也是有一个堂皇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牛百的概念 ok 你把花条上紧了以后 然后上花条的原因 那是已经老祖母的中的时候 好 那你现在看到 他为什么要 因为他有摩擦阻力 所以你要每天上一下花条 补充他这个摩擦阻力所消耗的 energy 那如果你尽量变成没有摩擦阻力的时候 那你就是什么 机械表的部分 不是时音表 那他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在震荡的 ok 那震荡周期 就是等于 那这边的i是 就是他的转动官僚 他的转动官僚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任何东西 一拿起来 我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一个摩 那我们就把这个摩呢 叫做负摩 我们接着要看 我说 我抓取任何的东西来 随便抓一个东西来 我只要把一点固定 他就是一个摩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是我当我的摩固定在这里 跟我把固定在这里的时候 因为我的手已经不够大了 固定在这里 再移进去一点好了 和我在这里 基本上面 他的摩的政府是不一样的 那你现在 我们说在物理上面 反正一个钢体 我只要有一个垂直的钉子 钉上去以后 我就是一个摩 那我把这个钢体呢 随随便便的画一个 任意一个形状 那我盯上去的点 就是我的批点 那我可以看到的是 在这个钢体的部分的话呢 他的直心 的位置 那我已经知道 他距离这个批点 他是低的位置 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低 OK 我们把这个板 有一个吸他角 过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 这样的一个摩的部分 基本上面 我们看到 纸巾其实是受了力了 Mg OK 那我们其实 这个摩 跟刚刚的单摩 唯一最大的一个不同是 这个纸巾受力以后 他基本 让这个摆 摆动的部分呢 是他因为 有一个tok r closep rclosef 就是tok 朝内 所以你这个tok呢 本来我也是让他摆过去 现在我现在看到这个mg产生的tok tok要让他摆回来啊 他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找到 恢复的力矩 tok 这个tok的力矩呢 他的值是等于多少 r closef 等于多少 三一c 然后呢 mg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ok 是 让你 恢复的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tok 都叫做恢复的力矩 就把一个负号摆在这里 他是一个恢复力矩 ok 所以我们看到 对这个tok来讲 他是让这一个物体 他产生 r r ok 那r是等于多少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他是脚加速度 好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基本上面负dmg 才是他 他就等于i的 比平方 比7平方 那i呢 i呢 本身 跟i-central mass之间 原来如果你是i-central mass 你已经知道 那ip 跟i-central mass 差了怎么 他因为他是平行走 对不对 所以他是md平方 ok 所以这个i实际上是ip哦 他让他改变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一个部分 你看到 我那边已经插掉了 但是 我说 这个关系是 跟 这个 蛋白是一样的情况 我说 当我的 ceta 脚 是 非常小的时候 那我的sine ceta 是不是大概就是ceta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i-p 比平方 比t平方 就等负dmg的ceta 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我们刚刚在讲的 sine power monocle oscillation的什么 标准形式 所以你马上你知道 我可以把 比t平方 就等负的ip mg dceta 那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我们刚刚在讲的 负的ipkappa ceta 是一样的意思 那ceta 我就可以把它写上 a的cos omega t加data 那omega的部分 就是这个字 也就等于ip 加mgd的部分 那你现在看到了 对这个负百 而言来讲 对这个负百来讲的话 那它的周期 是2pi除以omega 就等于2pi 更耗mgd分之i 那严格的说 我可以把蛋白 当成是负百的一部分 那我说 这个东西 我可以 视为什么 视为 我有一个wood 那p点 一样的位置 还是固定住了 但是 它的质量集中在m 那它的百常呢 那它的百常呢 是l的单白 可不可以 因为 如果是这样子的单白 它的周期是什么 t是等于2pi 更耗g分之l 所以这个l啊 在这边 你看到了 它就等同是md分之i 换句话说 你看到了这个负百 等同 长度是md分之i的一个单白 我们平常 我们把 这个百常 我们就叫做 震荡中心 那震荡中心的部分的话呢 啊 它其实是 有一些 某些功能的部分 譬如说 你拿一个球棒 ok 然后呢 这是你的球棒 对不对 那球棒呢 这是你 握棒子打 球的这个 把手 的部分 那我说 假设这里用一个钉子 钉起来的话 那球棒其实就是一个负百 对不对 好 那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反正我这个 球一打过来 它是受力的 那 球打过来以后 这整根棒子 有一个点 是不动的 就是这个点不会动 对不对 对嘛 如果你球打过来 你的手会动的时候 那你就什么 你就没办法 四两拨千斤 哦 你想像你这个棒球在打 那球飞过来的话 你球的 这个把那个 时速 这么高的 时速的那个棒球 那 这个球棒 如果你打过来的 位置 不是在你的震荡中心的时候 这一点是会动的 那你的虎口就会什么 受伤了 所以 你要让你的球打过来 打的位置 刚好就在你的震荡中心 你的手 你的虎口 因为它是不动的 所以 你就打到什么 四两拨千斤的功用 我们说我们这个 这个古典物理就是 那个什么 我们在看武侠小说 其实就在练古典物理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物理系的人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要 用对位置的时候 你 就 即使是多大的力给你 你这一点 你还是不会动 那 这一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所谓的震荡中心 方了解吗 OK 好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震荡中心的话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点打过来 这一点不会动 如果 同样的 反过来 如果 我这根棒子 那是 不是 这点 或是打过去的时候 哪一点不会动 就是你L的这一点 距离它 L的 所以这个概念你有了以后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像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像 我结合 这个概念的话 我说 我一个disc 那这个disc 我如果在这边 把它挂起来 那 原来是挂这样子的 那我现在把这个disc 拉一个小小的角度 拉一个小小的角度 那你可可以看到 你执心的位置 就是延心 执心的位置 那它其实是受力MG 它其实就是一个腹白 对不对 所以 依照这个腹白的话 你马上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说 一个disc 这是I 是IP 因为这是IP 你的IP 是不是I central mass 加上M 这个半径R 平荒 对不对 那 disc的I central mass 是二分之一M Central mass的转动光量 那现在再加上MR平方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IP 其实就是二分之三MR 所有的方式都是这样子在进行 换句话说 如果我要再尝述一次 这个整个原理 就是你现在你看到 你这个重力所产生的toc toc 它是一个-mg r sinc 的恢复力脂 那这个toc 呢 让这整个系统 IP 阿发的部分 OK 那IP的部分是等于 二分之三MR平方 阿发呢 是等于底平方 c他DT平方 所以你toc你就已经知道 那 换句话讲 假设 3nc他是很小 很小 所以 我们马上我们就看到的是 负的mg r c他 是等于二分之三 不是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 三 mr 平方 然后D平方 DT平方 我把它消掉 那 马上看到了 这个方程是 微分方程 就等于负的 三分之二 3r分之二 gc他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了 Omega是等于多少 Omega 平方就是等于3r分之二 所以你的 这个周期的部分 就是等于2g分之3r 换句话说 你的震荡中心 L是在哪里 相当于的摆锤 你的L 就是这一项 这是二分之三 那 我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物体啊 其实我就相当于是 我把所有的质量 集中在 二分之三r的这个地方 那 这个 L是等于二分之三 它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这是一个震荡中心跟负百的一个概念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 同样这个概念 我如果一个圆 圆盘 假设 我施力在这一点上面 哪一点不动 哪一点不动 这一点不动 ok 那如果我施力在这一点呢 哪一点不动 就是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换句话说 你施力完了以后 他会这样转 转完这个这一点是不动的 不知道应该要怎么画 也不对 因为他这个位置还是三分之二分之三r 所以还没有画得很好 大概是这样 这是打击中心跟震荡中心 所以这个震荡中心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打击中心 这两个 这个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你们可以去求一下 我说我把一根尺固定的点 譬如说我在这边是五分之一L的部分 那请问它的震荡中心在哪里 这是我们可以回去做Homework的部分 OK 那我也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讲 它的周期是多少 那我可以更可以用一个方式来问 我说它的打击中心是在哪里 那同样的不同的问法其实是什么 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OK 这是我们在讲这个Osculation的部分 那到这边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Osculation 全部都没有去考量摩擦阻力的一个现象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有摩擦阻力的一个现象 这个问题就给刚刚是第几组 12还是13 第几 12 13 13组的同学 好 那在没有讲摩擦阻力之前的时候 我们首先我们看到其实在你们在学化学 甚至于学物理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说 这是M1的分子 这是M2 M1的原子过M2的原子 那他们是在做震荡 那这个震荡呢 就好像这是C 这是O 那CO 这个分子在做 因为你有热 腦洞的部分 那它是在做震荡的部分 或者这是H 这个是CL 它也是一个双原子的分子 或者甚至于这个是H 就是H 那就是H2 或O2等等的东西 都可以当成是M1 M2的 这个原子在震荡 所以这样子的问题 通通是属于 2Body的 这个Ossulation OK 那对于2Body的Ossulation来讲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什么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弹簧好了 然后呢 对这个弹簧而言呢 我把它放在 这个桌面上面 然后这是M1的物体 那这是M2的物体 然后中间的弹簧 就是K OK 那为了我们起见 没有关系 这还不 为了要使这个S1 那我就把它反过来写好了 这里 距离它的位置 这是X2 它距离M1的位置 是X1 所以你以弹簧的生长量来讲 这两量等于多少呢 X 是等于S1-S2 然后剪掉 它原来的长度 L0 就是L0是长黄的延长 OK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这两个如果X是大于0的时候 那X是大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被拉长的 那被拉长的时候的话呢 弹簧被拉长的时候 你知道弹簧被拉长以后 这边一定会有一个恢复力 F 然后呢 这边也一样有一个恢复力F 所以这两个例 F1跟F2 大小相的方向相反 对不对 当 X是大于0的时候 它的方向就 如我们这边所写的 那我们就依照 X是大于0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列一下我们的方程式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说 F1 的力 其实是等于 负的M1比平方 比St的1 因为基本上面 它是 这个 这个是让 X1减少的力 所以 这边有一个负号 OK 那它的大小 就是KX 那同样的 F2的部分呢 F2的力 是让M2 S2加长的 所以它是负的 KX 这个是弹簧的 这个是弹簧的 这个伸缩量相关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两个方程式以后 你现在你来看一下 我把这两个方程式 就是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把 M 移向过来好了 这个是负的 M1 K分之 X 这个呢 这个呢 是 比平方 S2 比T平方 是等于 负的 M2分之 KX 那我们刚刚讲 S的话是 S1减 S2减 L0啊 所以我把 S1减 S2 比T平方 那相当于是等于 负K M1分之1加 M2分之1的X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那实际上这一项 S1减S2 减L0 对时间的二次为分 跟 S1减S2 比T平方 这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L0是什么 延长 它不会随时间改变 所以 我就直接 可以把这一个部分 就直接写成 底平方 S DT平方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一旦你这样写以后 你看到这个是一个 又是一个典型的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负K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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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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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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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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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u是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Reduce Mass 就是我们学到的折合质量 Reduce Mass OK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 这个弹簧 它的 Omega 平方就等于 Mu分之K 它的周期等于多少 2Pi分之Omega 就等2Pi 等号K分之Mu 这就是这个系统 它的震荡 就相当于我把质量 变成Reduce Mass 在这边做减血应当的情况 那有没有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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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